狼人躲猫猫,玩家只要点击物体,就可以变成相应的东西 在这种模式下,我能躲过狼人的抓捕吗? 不过一般躲猫猫地图都会有无敌点位 嘿嘿,只要找到,狼人绝对发现不了我 不是吧,这地图怎么没有一个好位置,这不科学的 这边看我接着,去最上面找一找 哎,下面居然有一个传送点 哇塞,直接传送到草坪这边了 有了,这次我就变成一个树叶躲在树上面 嘿嘿,躲在这个位置,肯定发现不了我 臭小迷这么狡猾,如果我现在用狼人的身份,太容易暴露目标了 那这次我就伪装成人类,去打探她的位置 这样抓到她不是轻轻松松 小迷,你躲到哪里去了?我在这边好怕怕 只要是带我躲无敌点位,我就给她十个汉堡 哦,且别想骗我了 红队的位置已经暴露你是狼人的身份了 可恶,居然被她给识破了 就算识破又如何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躲在最下面的水池里面了 哎,这里面怎么没有啊 我才不会每次都傻到躲在最下面的 啥情况,这边怎么直接一下传送到养殖场里面了 我知道了,你绝对是变成动物躲在里面了 不是吧,这都能被你发现 完了,别打我啊 完了,看我无差别攻击 好吧,这个臭小迷居然敢戏耍我 哼,既然这样,那我就开启低毯式搜索 不相信还找不到它 是吧,怎么还是没有 难不成插了翅膀飞出去了 也不妨告诉你吧 我其实是躲在了后花园这边 后花园?咦,这下面居然有一个传送点 嘿嘿,臭小迷,你就等着乖乖就擒吧 不好,被它给找到了 小迷,你是不是变成树叶躲到树上面了 没,没有 声音这么大,肯定就在这附近 看我看看看 嘿嘿,还好我躲在了最里面 不然就被发现了 可恶,你人呢 通妹妹,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小伙伴,你们知道臭小迷躲到哪里去了吗 赶快告诉我 我要把她的皮给扒了 你这么少啊 还有还要死刑 我们去摯红